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 我们不建议这个普通人群自我做出判断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人群 他可能会通过一些搜索引擎 或者是一些网络的一些不太全面的一些知识 来进行自我判断 那么这样的自我判断呢 往往是比较危险的 我们到鼻炎癌的这个早期症状当中呢 就有这个相似于这个鼻炎的卡塌样的症状 所谓卡塌样的症状就是鼻塞 流鼻涕 浓涕等等 甚至于是血涕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些症状呢 是由于这个鼻炎癌的特殊解剖结构所决定的 因为鼻炎癌的生长的这个部位啊 非常容易阻挡住我们的后鼻孔 那么从而影响到这个人类的这个呼吸 我们到绝大多数人啊 他吸气我们是通过鼻腔来进行的 那么一旦后鼻孔被堵塞住了以后呢 就会出现这个鼻塞的症状 而且这个堵塞后鼻孔的这个肿瘤 它如果出现这个出血坏死 那么就会引起一些血涕啊 流浓涕啊 甚至于是鼻后鼻出血等等 这样的一些症状 那么这样一些症状呢 往往和这个急慢性鼻炎的这个症状呢 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必要的时候呢 就是说一定在如果出现类似的症状 我们还是要建议啊 一定要去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检查